棋局变幻万千 妙手精彩瞬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下 我是王湘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棋局是 2012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首轮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大棋盘 这盘棋呢 直黑的一方是重庆队的古力九段 直白的一方呢 是西安曲江队的外援崔泽汉九段 那崔泽汉九段呢 替这个西安曲江队的 作为这个外援参赛为甲呢 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 所以相对来说 他对中国棋手的这个棋封 应该说也是比较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棋 应该说此时这个棋局呢 进行的前半盘是非常的精彩了 尤其是在这个右上边和这个下边的 这样一个斗争当中 大家可以从这个旗形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腰刀定式之后呢 白棋把这个黑棋断上来的子吃掉 然后呢 上边这个子呢 也是在这黑棋这个五个子 包括这个子六个 已经被白棋收入囊中 但是中间呢 被黑棋吃掉了这一整块 那在这个下边当中呢 可以说白棋这四个子 虽然说是有跑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但是从这个黑棋在上面的这样一种设计的广度来看 白棋要想逃出的话呢 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暂且可以看作这几个子是被黑棋吃掉了 那么整体来说 现在这个局面应该说是一个两分 那么但是白棋实地呢 应该相对来说可能会比黑棋要稍多一些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的这个厚的程度 相较于白棋来说会更甚一些 但是呢 从木树实地上的这样一种权衡的话呢 白棋的实地会更多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后半盘呢 就是要看黑棋如何将自己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厚实呢 发挥作用 现在呢 我们会发现白棋在这个左下角这块棋 似乎对于这个死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呢 是白棋虽然说在这个二线上呢 有六个子 但是呢 他并不是在这个直步当中 并不能做出两个眼 比如说白棋先走 顶一个 黑棋无论搬哪边 这个白棋都是活不掉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典型的直三 同时呢 在这边呢 虽然说上面白棋有两子作为接应 但是呢 白棋并不能够做出一个眼来 所以在这个局部呢 就是说白棋做不出两个眼 但是他有一个铁眼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被白棋含住的这颗子 那么究竟是真眼还是假眼呢 如果说 如果说 黑棋这样冲 再冲 那么确实是把白棋的眼破掉了 但是呢 同时也落下了一个后手 站在白棋 由于外面呢 这个头还比较广 白棋从这简单的一跳 就可以逃出 所以如果说黑棋要这样吃的话呢 显然是不太成立的 但是呢 黑棋这个破眼的四续呢 比较重要 如果打湿在这的话 白棋依然是可以提 黑棋还是需要花一首棋挤上来 这样的话呢 白棋依然是能够抢到这个外围的出头 所以在这个局部呢 首先我们判断了白棋局部呢 在下面只有一个眼 但是上面黑棋如果破眼呢 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 就是直接冲在这 冲这个呢 意思就是 如果说白棋提 那么黑棋这个子呢 是放的 放的位置呢 恰到好处 此时呢 黑棋可以选择在外围走棋 我们不管走哪个 白棋都不可能一手棋 把这个眼给做成真眼 所以如果说白棋 团到这儿的话呢 黑棋就可以先冲一下 提掉 这样的仍然是 等于黑棋在外围 可以挣的一个先手 所以这个黑棋冲在这儿破眼呢 是想要破掉白棋这个眼的一个关键 要比走在打吃或者冲在这儿呢 都要便宜一手棋 但是呢 现在这个情况 由于黑棋我们知道 黑棋自身的这个外围 这个两个子呢 是弃紧的 而且 现在上边白棋的子力 其实也是有一个接应的 所以如果说黑棋 直接这样子去吃白棋的话呢 是存在着相当的一个风险 比方说这样子去煎 白棋就长 因为白棋已经有一个铁眼在手 那么想要在中府做出一个眼 其实并不是一个难事 而且由于黑棋外围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空间特别广 所以白棋可能坐眼 黑棋也是没有办法抵挡 如果说我们假设在这个中间摆上这样的子力 可能这个时候黑棋一间白棋 多半就要宣告死亡了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 那么黑棋呢 是对于白棋这块棋 其实是有想法的 但是呢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所以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直线高手跟这个相对来说 爱好者这样的一种实力上的区别 就是他们懂得在这个下棋的时候运用战术 那么这个战术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了对方有一块没有活得起 那么这可以叫做估计 但是我们不会考虑那么多 我们可能就会直线的攻击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们觉得白棋没活 那我就先把你的眼灭掉 然后我就攻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 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这种攻击的条件 所以呢 在进攻的时候 会很快使得对方就这样轻易的做活 但是当对方做活的时候 自己也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样呢就会把这个 其实这样一个味道的就全部卖光了 那么黑棋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好的这样一种回报 那这样的一种攻击就可以叫做直线攻击 但是呢 职业高手呢 相对来说他们就懂得运用这样的一个战术 首先呢 他们判断清楚了白棋这块棋的死活问题 然后再结合现在这个局面的一个判断 认为此时呢进攻呢可能会有点操之过急 但是呢并不能够就就就次打住 对于白棋这块棋想要去进攻他的想法 因为毕竟呢 现在这个整体来看还是黑棋比较厚实 而且白棋确确实实是没有把这两个眼做足 所以说呢黑棋会在其他地方去考虑 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头绪制造出来 由此呢对于进攻这块棋做一个很好的声援 所以这是一种迂回的战术 再见 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实战的鼓励呢 可以说虽然说之前的这个下法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之前的实战 但是呢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鼓励的之前的下法 对于这块棋其实是寄予已久 但是呢 按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其实鼓励还是保持了一个 非常理智的这种冷静的态度 那么重新审视一下棋局 认为如果说要硬吃是不太现实 所以说呢 实战的黑棋下的非常的有意思 拖一个 那这个拖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从这个局部 抛开这下面不谈 从局部而言呢 黑棋点脚白棋尖一个 那么防止了黑棋从二路搬过 这样的一种坐火脚步的可能性 那从这个左上角的实际情况来看 如果说黑棋飞一个的话呢 会被白棋挡住 如果说冲的话呢 白棋就简单的一退 如此呢 黑棋的局部是没有办法坐火的 如果挡的话 我们应该说对于这个局面下 还是会具有一定的这个基本功 很简单的一般呢 黑棋就没有办法做出两个眼 所以说黑棋如果只能简单飞的话 做不出来眼 那么其实相对于这样的一个脚步呢 本身而言黑棋也存在这样拖的手段 这就是意在呢 想要利用原先这个三三这个子呢 在脚上呢 做出一些文章 那作为白棋来说的话 如果搬在里面是可以杜绝这两子的连接 但是黑棋呢 由此呢 就简单的长一个 那其实呢 黑棋我们之前知道 黑棋虽然说对于白棋左下角这块棋 是存在着一些进攻的想法 但是呢 现在这个全局的形式 并不是说黑棋就落后很多 所以如果说黑棋能够长到这儿 应该说这样的一个交换 对于黑棋来说是绝对便宜了 所以如果白棋因为担心 左下方的这样一个安危问题 从而选择在左上角 下出了一个妥协 那么实际上黑棋也是 间接的通过攻击白棋下边 在另外的地方获利 那这样的话 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比方说这个时候白棋其实还是需要继续走棋 那比如说压一个之类的 那么黑棋得就搬一个 这样其实黑棋非常顺势的 我们都不说这个联班之后有什么情况 可能白棋如果要吃的话 黑棋在转而攻击这边 会不会就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呢 这个战且不谈 就看黑棋简单的拖一个 这样的话呢 从这一拖开始 黑棋就比起直接在这边 简单的拆呢 要获得更加实际性的利益 而且由于这样的一个扳头呢 使得白棋这个地方断点呢 是非常明显的产生了 而且如果说白棋拖鲜的话 以后可以起一段 白棋打持 黑棋长 如果白棋再拖鲜的话呢 黑的这一拐还是先手 这对于白棋来说 棋心上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高手啊 对于这个棋的判断 是非常灵活的 并不是说我们 只有一条直线去下 一定要吃掉白棋 或者说一定要把白棋 攻得很惨 都不是有这样的 绝对性的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下呢 因为我们知道 本来这个水平相当的 棋手呢 这样的一种 只要是在这个双方 都是一个正常的进程下来看呢 这个棋局的 就是优劣的 这之间的差距呢 可能就在很短的 很小的这个挤木棋当中 所以如果说白棋 这样一个轻易的退让的话 很可能就会把之前的这个优势 或者说是实际上的 这样一个优势呢 给退了回去 那么黑棋也就可以满意了 所以 对于实战的白棋来说呢 还是选择了最狠的下法 那么自然呢 黑棋先长 由于有了这个爬一下的交换 如果白棋接住的话呢 黑棋一挡 这个局部是火了 这就比刚才这个 直接飞在这被白棋挡在这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死活的区别的 所以黑棋退的话呢 白棋是不能在外面硬的 如果说硬的话呢 被这个黑棋火脚 那么这一边这个下边这块棋 黑棋放弃对白棋的攻击 那么实际上呢 白棋也是要告急了 所以白的压一个 黑棋当然要借机断掉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寻求头绪的时候呢 有断点呢 尽量断上来 这样呢 会使得这个局面更加的复杂化 那么自然呢 这个头绪也就更多了 这是一个就是说 对于斜行的常规性的一种认识 白棋只能长 如果说打吃的话呢 黑棋长 白棋接的话 这样黑棋这个几十先手 几十先手的意味呢 就是说这个局部呢 黑棋还是可以活的 虽然说我们都了解到这个棋 白棋 而且这个棋呢 如果说被黑棋先手 这个好像我说的是有点问题 似乎白棋斑的时候 如果黑棋走过来的话 是一个大猪嘴的形状 看一下黑棋有没有别的下法 比方说这个时候 黑棋挤掉之后 然后拐一个 那么由于气长了之后呢 可能对于这个下面的进攻 就会更好一点 这样形成一个 应该说是缠绕攻击 那么白棋上下可能就固执不及了 因为这个上边黑棋挡住之后 气是非常长的 对这个地方局部的话 黑棋还是没有火 这个我是之前没有注意到 那么白棋自然是要 尽可能的减少 黑棋这样产药的可能性 退一个看得清楚一些 但是呢 黑棋挤一个 依然是先手 因为这个挤呢 跟刚才不同 如果此时呢 白棋吃过来 黑棋由于这个打吃了之后 挤在这儿是先手 所以说他还可以挡住 这样呢 其实黑棋还存在这样的 跑出来的可能性 所以说 黑棋挤 白棋先飞过来 如果说吃在这儿的话 这个跑 跑征紫呢 黑棋这一带是有先手 所以说白棋在这儿吃的话 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 把黑棋争吃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所以拔的这样 尽量的把这个紫往这边走 那直步呢 暂且黑棋还活不了 这个挤的话 还是可以接在外面 这个打拔没有用 但是呢 黑棋多了一个长 多了一个长呢 可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先手 但是黑棋是实际上是予以保留了 但基本上呢 这是一个决限 由于有了这样的挤呢 黑棋脚上可以长气 那实际上呢 黑棋其实是 直接碰了上来 这样呢 我们会发现 由于当初的黑棋这一拖 非常巧妙的这一拖呢 迫使白棋陷入到了 黑棋的一个揪斗之中 那么这个紫利越往这边走 对于黑棋来说是越有利的 因为黑棋越靠近这边 其实就缩短了 白棋往外出逃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自然而然 黑棋如果说再通下杀手的话 这样成功的几率 就要大很多 那实际上呢 黑棋这一碰又是 继这个脱之后的一种 第二个头 就是制造头绪的这种方式 白棋长 这种时候 白棋万不敢再有 这个轻举妄动 如果走别的话 这个断点 这长了一般 马上断点就出来了 所以白棋也只能 硬着头皮下 那这个时候 黑棋就简单的碰了一下之后 突然发现这个空间呢 一下子对于杀掉白棋 这个空间缩小了很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古力认为 胸有成竹了 实际已到 那么 进出了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 嗯 所以白棋来说 是锁命的一招了 停掉 小间在这 是棋型 我们不要看 单单的 其实就黑棋交换了 这一两手棋 但实际上 是起到了一个 至关性 至关重要的 嗯 作用 而且呢 之后呢 这个 断了之后 对于这个边上呢 其实也是 在之后的这样一个 进程当中 也是起到了作用 所以说 可以说黑棋的这样一个 计划是非常的 缜密 而且 嗯 最后可以说 也是大获成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按理说呢 在这样的高手 对局当中 要想吃掉 对方一块棋 比起 做火一块 是要难度系数更高 因为此时呢 黑棋 这个要杀白棋呢 是要承担一个 很大的风险 本来而言 如果正常收官的话 嗯 也是一个未知因素 并不是说黑棋 就绝对会落败 所以这种时候 是最考验棋手的 一个心理 这种抉择 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 尤其是现在 这种情况 并不是说 就一定 能够把白棋吃掉 如果吃不掉的话 那之前在这边 损失的木树的话 黑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所以基本上呢 当黑棋下成这样以后 黑棋就必须要 孤注一致的 杀白了 黑棋冲 然后一尖 白棋先顶 然后呢 黑的搬 再收气 这白棋 不知道是不是 进入到了 打僵的这个阶段 我先把这些都走掉 但是有一点确定的就是 其实白棋 是利用这个 黑棋搬掉之后呢 使得 黑棋 自己这边呢 气变得紧了一些 然后呢 白棋 压一个 黑棋搬 那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在外围 如果说 吼一个出头的话呢 它的小尖 白棋要想 做出一个眼 在这个空间当中 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两个子 交换对于黑棋来说 是非常有用 如果说我们看 这样子 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呢 白棋是可以搬出来的 这样黑棋只能长 这边这边没有白子 就是刚才这个情况 白棋 这种鞋呢 是可以虎到这 那么虎到这的话 这个形状 其实就要舒展很多 那么做眼呢 可能也就比较 相对说比较轻松了 尤其是这个 如果说把这两个 把这四个子 跑出来的话 黑棋 还要考虑到 自己这块棋的 一个断点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棋型非常重要 黑棋由于进行了 交换之后呢 使得白棋 搬一个不成立 那么自然 搬这个也不成立 都被黑棋给断掉了 所以如果白棋 要选择出头 只能猴的话 这样 这个眼味的差距 就非常大了 如果这样 黑棋要想吃掉白棋 还是非常现实的 一件事情 所以呢 白的 搬 这个搬呢 就是说放弃了 在外围出头的 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白棋是对于 这个黑棋 这块棋呢 是有一些想法的 接着呢 白棋 断打 这是一个收紧黑棋的 一种方式 然后呢 再打这个 白棋 黑棋提 白棋提 这个节呢 如果让白棋提过来 白棋是带着眼味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黑棋多半还是要接住 然后呢 白的再打吃 黑棋接住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 白棋放弃了外边 在这个作眼的这种可能 基本上其实也是 不太可能实践作眼 所以说白棋 搬这个 让黑棋断上来 强调的是 将黑棋这边呢 也断开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棋 白棋 通过这样一种 打结的方式 让黑棋接回 使得黑棋变紧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黑棋 也存在着一些风险呢 那我们再接着看 实战呢 白棋 打吃接住 打吃 打提掉 这可能是在打僵了 没有实际性的作用啊 因为白棋 在这接的话 黑棋就补回来就好了 那么 白棋 哦 实战呢 黑棋是 抱歉 这个棋是 白棋有点失误 黑棋并没有接 黑棋是跳在这 那这个意思呢 应该说是比较明显 如果说接住的话 这可能是我 之前这个 棋谱稍微记得 有点 有点点疏忽 接住的话 白棋是存在 从这点过来 这样的 一个风险 对于黑棋来说 因为 外围的话呢 这个棋 白棋 从这打吃 黑棋接 白的打吃 只都可以看作是 白棋的 先手 然后呢 白的在这接了之后 黑棋需要连回 所以黑的出不了头 那这一点的话 由于气景 黑的如果接的话 白棋再一跳回 这样等于是 黑棋左边的大龙 跟白棋 下边的大龙 是进行了一个结针 那这个结针 对于黑棋来说 原本是想要 禁吃掉白棋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无疑是给自己 平添了很多的风险 那实战呢 黑棋虽然说 看到这个棋 白棋提过来 是带一眼的 但是呢 白棋并不能 一手棋 做出一个完整的眼 所以黑的先补 补掉这个点 那刚才这个点呢 就是如果说 黑棋走在外边的话 白棋就断上去 这样也是一个结针 所以黑的直接跳 那这个跳呢 实际上就是 跟这个左边 左上讲的 就是黑棋之前的 这样一个运动呢 就发挥了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 黑子断上去 这个气井 白气井 作为一个坚硬的话 黑棋这个跳 会显得只是一个 单纯的补齐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白棋 走完了之后 走过来 因为白棋知道 如果提节的话呢 这个棋 黑棋在这一带的 先 实际 走这个 这棋 其实就 出棋了 因为我们知道 白棋 只是 这样子 做活 那么黑的 这一场 白棋走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 看一个 比较 简单的图吧 黑棋 这一带是 首先我们作为 一个先手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尝完了之后呢 先不说这个 杀器的问题 就最简单的 黑的这一冲 白的挡 黑棋一冲 白棋吃的话 黑棋就可以度过 所以只要把这个 脚上连回的话呢 黑棋 还是最终的会 以这个实地的优势呢 获胜 所以呢 作为这个 白棋来说 如果体解 就会面临 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估计 其实双方 大概已经 看得比较清楚 白棋再做一个 最后的挣扎了 白的袜 白棋的吃 白棋点 然后打吃 这样 其实白棋 这样的挣扎呢 是没有太多意义 因为最终呢 白棋把这个 剪了之后呢 黑棋一长 白棋依然是 被出棋了 这跟我们刚才 摆的这个 黑棋单长的棋 是没有 太多的区别 而且呢 作为黑棋来说呢 并不是说 要直接度过 因为黑棋可以 借助 借助这个棋的 结材 无穷无尽的结材 跟白棋 强撑这个结 也就是说 如果白棋接的话 为了少结 但是这直接被断死了 如果贴的话 这个一个结 两个结 黑棋完全可以 放弃这个火角 但是呢 利用跟这个白棋 这几个字 杀气的 这样一个过程呢 来跟白棋打 左下角的结 这样的白棋 也是 可以说是 回天乏术的 所以最终呢 当黑棋一长的时候 白棋就投子 认负了 可以说 这盘棋 我们是 很好的欣赏了 一盘鼓励的 屠龙局啊 尤其是从这个 拖开始 这样的一种 很巧妙的 声东及西的 这种方式 这样的一个 高级的战术 让我们欣赏到了 一盘 对杀的好局 那么好 今天的棋局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